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餐饮业者预计客流量将在旺季增加至少一倍 然而餐饮业人手短缺问题严峻 业者必须调整工作流程以管控人力资源 距离农历新年只剩下一个星期 为了确保年饼能够准时送到顾客手中 这些烘焙师傅正努力赶工 这家高饼业者说 比这个月的销售量比以往多出10% 除了人手短缺问题 有业者因为请不到有相关经验的厨师 只能让职位一直空着 为了解决这类问题 人力部将在今年9月起实施 非传统来源国职业清单 让企业通过工作准证 聘请来自印度、斯里兰卡、泰国等地的员工 清单涵盖的职位也包括印度餐馆的厨师